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子东 那大家投资人看到今天的加权指数 应该大部分其实都没有什么信心 讲实在话 尤其是投资人如果你自己操作 看着自己手上的股票 大部分应该都是跌的 因为今天上市涨跌加比跌900加 涨260加 如果你的股票可以在这260加里面 那我说真的来我恭喜你 那看一下我们的测标 因为我恭喜完你的股票 那也许你会对我的股票有点兴趣 尤其是利率决策会议公布之后 基本上我在我们的节目 从头到尾跟你讲两个族群 那也不是两个族群所有的股票 我都讲 我们就直接来看这档股票 因为大概这段期间 我们的代表作就是这一档 我们觉得这段期间 这样的大盘 那我们还可以在一档股票上面获利 其实已经算很不错了 也不用说赚多少 实际上究竟我们是获利多少% 投资人来看我们的讯息 今天早上9点44分 来导播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6550的北极星 这应该也是近期市场上面最热门的股票之一 我们当初买的时候它很冷门 现在热门的时候我们怎么做 我们先来看今天9点44分 要先注意这个时间 北极星剩余的部位 这边全数获利卖出 那我有讲过 我说我的个性 你看到这个讯息 你会说老师这样子卖好像是市价卖 但是我后面一定会注明一件事情 那现在的市价是什么价 目前218块钱 这样子就不会有任何的争议 后面我们加一句 这一笔获利大约是几% 大约是26 那有没有比我预期中赚的还要少一点 其实有了 因为在我心目中的那个价格 基本上今天依然是要连续涨停板的 因为我心目中有一个价 这是我们做生计最重要的原因 它现在肺肩皮癌过了 有接到CDMO 那这档股票究竟有多少价值 你必须要能够估得出来 你绝对不是针对这一档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讲过 我从来没有说 你看它的基本面 然后算它的本益比 这个我从来没有讲过 因为如果你要去算它的本益比 曾经我有讲过 来 它的本益比怎么样 你会发现 怎么全部通通都是负的 那我曾经还有 所以这个东西 你怎么有办法用本益比乘以20 然后算它的股价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重点是我之前还跟投资人讲过一件事情 我说如果你去看它的美股获利的话 你去看它的营收的话 它上一个月的营收是七万五千块钱 那随便开一个小店面 基本上营收都不止七万五了嘛 所以我们曾经讲过 我说生技股基本上你要去估它的价值 是要去换算 例如说它 药证拿到了 那它的药有多少人口 然后算一下可以接到多少单 这样子的算法 你才知道公司背后的价格 而不是去算它今年的获利多少 它不是这样子算的 那事实上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做卖出的动作 原因在这个地方 我有跟你讲的话 我说你研究到这个地方 也许你心目中也有一个价 你看到生技 然后你知道这间公司的价值 但是我有跟你说过了 你做股票 其实你也很清楚 有的时候你清楚知道一间公司做什么 甚至是知道它的利多在哪里 是不是就代表一定赚钱 昨天我们有分享过 我说未必 因为要说这个市场上面 也许最了解台积电的 也许不是我 也许有一些在竹科上班的工程师 或者是在南部上班的 搞不好都能够比我们更了解 台积电现在EUV目前为止进来了没有 也许你们都更熟悉这件事情 但是我有讲过 工程师今年如果去买台积电 他也真的不能说很差 请问有没有赚钱 这两个月有没有赚钱 你看现行你也知道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了解一间公司 市场上面是不是很多这样的分析师 跟你读读报纸跟你说 我知道它后面有什么利多 要证如何 问题是了解公司是不是 已经能够在这档股票赚到价差 我也讲过未必 首先今天我们要怎么兑付这档股票 技术面 这个地方我写了一句话 这个是市场上面最容易上当的 这叫什么盘 高低高盘 我相信开盘八法 应该市场上大部分的人应该都知道 它今天就是走这种盘 这种盘叫做 如果我们以TIC图来看 高低高盘是市场上面投资人 最容易上当的一种盘式 我这个地方先讲 我没有在这个地方说 你这个东西不能用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讲 只是我们这样子说 以前都有听过 比如说开盘八法就是所谓的 林大师发明的 大部分市场上面都知道 以前还听过有人花了好几万去学 结果当初我们在用的时候发现 不过就是五分钟可以读懂的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 主力一定也知道 高低高盘怎么样 就是高低高嘛 倒不过来这个地方稍微放大一点 是最容易让投资人上当的 它也是被市场上面公认为 开盘八法里面 后续最强劲的一种盘式 就是开盘先走高 后面再压低 然后第二波还能够创下新高 投资人就会觉得说 稳了 前面有宣泄过 后面再一波上来 如果你是今天进场的 上当了 上了主力的当 不是上了我的当 我从来没有跟你讲说 你要这样子操作 今天我们怎么卖 因为我说过 它是最容易上当的高低高盘 我们知道 主力一定也知道 所以今天九点四十四分 高低高盘之后 居然还能够压回来 是用基本面来对付它吗 其实不是 是用技术面来对付它 6550北极星剩余的部位 今天九点二十三分 全数获利卖出 目前两百一十八块钱 获利约二十六% 那这一段 这样子操作这一档股票 我相信会员其实都还能够接受 因为你看到线图 老师今天还有两百三 你没有卖在最高 对 没有办法卖在最高 因为我是老师不是神 但是我有跟你讲过 如果你是今天进场了 那你就稍微修正一下 你的操作步调就可以了 怎么修正 当初我有跟你讲 我说你今天看到我们卖 我们也不是突然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今天突然开始跟你骂生计 我们今天是获利的 我们获利 请问是要骂什么 请问是要攻击什么 对不对 我说现在市场上面今天如果跳出来骂生计的 很简单的 他一定是整段都没有吃到 他可能是去买这种股票跟你讲 你看他是基优股 你看在这个地方拉回幅度够深 所以可以买 但是相反的我有跟你讲 今天我们也懂得跑 如果你回溯一下 他今天是历史新天亮 也是历史新天价 我们何其有幸参与在其中 不要骂他 会骂的大部分 你回过头来你就知道 一定是整段通通都没有吃到 下来一个人的时候 开始骂他说 你看我早就叫你不要做生计 请问讲这句话 请问有任何的帮助吗 他还以为这样子讲可以自台身价 就发现没有 只是凸显他自己这一档股票 从头到尾都没有抓到 一波行情一档市场上面最优质的股票 所谓最优质是他的价差空间最大 没有抓到 然后出来讲 我也不知道的是什么道理 昨天这一档股票 9月22号 所以我们也公开承认 昨天我们发了一个讯息说 没有悬念直接所涨停 先去报 没有错 以基本面来讲 昨天要报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 为什么我们敢报 因为我有讲过 上一段市场上面骂最凶的是在9月初 9月6号9月7号那两天大家骂最凶 但是我有跟你讲怎么对付他 骂生计骂得越凶 他会越飙 结果今天因为大部分的看盘软体 你的看盘软体应该也有 都有个预估量的功能 我们今天除了说 这个高低高盘是主力拿来洗散户的之外 拿来到货给散户的之外 你今天开盘看到他的量 放到历史新天亮 你大概心中也会有个底 他的量能要开始失控了 这个地方我们再讲一次 如果以单纯基本面来看的话 因为他今天杀成这样子 大概下礼拜一大概也不会好看 但是你要怎么做 你要去想 今天他最高点232 请问是不是这档股票 他的最终价值 我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 我们认为也不是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初五 所以我说 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 你必须要面面俱到 你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在一档股票 不要说什么 哇赚到什么超级大波段 能够安身立命 懂得逃 不要当最后一只老鼠 其实就很不错了 我也跟你讲过 我们当初怎么买 上一段是连续杀两根半的跌停之后 那我有跟你说过 按照我们的工具 第一个 主力目前为止 前段期间他是买超的 CV是一种筹码指标 你大概 你现在如果是看电视的话 顺便你也开个电脑 学个东西 我知道投资人现在 如果要你说什么 有什么好股票 你其实没什么心思了 那你倒不如现在多学一点东西 稍微来防身一下 你可以开一台电脑 然后搜寻一下CV指标 你研究一下 它背后的原理之后 你就发现它统计的其实是筹码 不是单纯的说 什么像KD指标MACD 有的时候可能会进入 超买超买的状况 前面我刚刚讲 你要抓准主力的心态 你就必须要有一些辅助的工具 前面再叠 主力指标是攀升的 也就是说这一段下挫 但是主力是不断的进货 原本我们不想赌三期解盲 后来我们看了一下筹码 我是不是在节目上面也跟你讲说 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是可以参与 还有一部分是三期解盲本来成功率 其实就比较高了 不是一期跟二期 也会有失败 所以前面我们也在犹豫 但是后面看了一下筹码 其实状况还不错 后面我们决定参与了 怎么买 9月8号买 168 所以我们赶报 今天你大概稍微帮我们算一下 这个价格买 这边这个价格买 那一天直接 从平盘之下打到平盘之上 不是超过一根掌停板 你会不敢操作吗 其实你敢 今天看到盘式不对 我们也知道要走 218 稍微算一下 获利%数大约就是26% 我们当然是把手续费也顺便扣下去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数 这一档股票 所以我们没有币 我们怎么买怎么卖 我们都清楚的交代 上一段我也跟投资人讲过了 我个人的小思心 为什么我们喜欢这档股票 没办法 上一段8月26号我们先出一趟 当初我跟你讲 我们买的时候在130 对不对 不要后知后觉 等到走完了之后再出来买后炮 说你看他行情走完了 这个没有意思 当初我们130块的时候买 一样 我们的操作逻辑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你看一下当时的主力筹码 目前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是进货 你要知道 你能够抓得出来他们进货 你也要能够抓得出来他们出货 一买一卖完成一趟交易 这才叫做合格的分析师吧 是这样子的 来 所以前面这段其实我们不谈了 35% 加上这一次26% 所以你说我喜不喜欢他 其实喜欢 要不要多花点时间研究他 下礼拜他应该还是偏向于弱势 但是我有跟你讲过 因为我们心目中的那个价格没有到 所以我认为盘市 这个地方我们先讲大盘怎么走 不代表个股怎么走 相信你也知道选股不选市 尤其是今天我们讲的是北极星 你应该更能够感同身受 我们讲完这一档股票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 不是说什么股票选股不选市 只要现行它看起来很标 好像都可以选 这也不是 因为你今天回过头来 我们讲完股票 稍微我们来讲一下 今天我们期货的操作 来 先看一下我们今天期货怎么做 今天的期货 我们也跟会员说一声不好意思 今天这一笔单 应该大部分的会员是没有成交的 这个我们也直白的讲 因为今天来 我们9点32分空 所以今天呼应了 今天为什么即使是我们的股票 表现得不错 我应该都会开始说 这档股票我要不要开始获利了结 为什么 因为也跟大盘有关系 不是绝对 因为你不能把大盘跟个股百分之百 联动在一起 但是大盘一定会或多或少影响个股 所以选股就很重要 再讲回来我们今天的期货操作 今天9点32分 我们挂14225 做空一笔空单 也许没成交 但是你先看一下我们的方向 因为我们今天会做这一个方向 原因就是因为我有讲过 我说我们今天讲的东西 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内线消息 其实都不是 而是你从你的看盘软体 或者是你稍微搜寻一下新闻 只是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但是这些新闻你自己都找得到 是这个样子的 今天均买跟均买我们是讲盘中 来导播我们先往右边看 因为今天均买口数是1.85口 到最后尾盘 也就是说今天 只要是站在卖方的每一笔单 它是丢1.85口 这个应该算是基本中的基本 那今天站在买方的每买一口 只有1.71 相减你就会发现 是0.14 差距是0.14 因为通常这个数值到尾盘都会收敛 但是盘中最大有到0.2 按照过去经验基本上 0.1就已经很大了 结果它盘中居然0.2 你就要有一些危机意识 所以今天的期货我们站在哪一方 一定是先站在空方 因为我有跟你说过 我说你操作期货 你开盘8.45之前 我相信所有的交易者 投机者也好了 一定是站在盘前 一定先想一件事情 我今天到底要做多还是做空 因为这个大概八九不离死了 决定你今天七成的胜负 能不能赚钱 就是方向嘛 大家应该很清楚 方向嘛 再来考虑的是点位 然后我们开盘了之后 发现了这些迹象 今天不用说 今天一定是站在空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稍微讲一句 有点不客气的话 如果你今天的操作 你今天是站在多方 当然你今天赔钱 心情一定很不好 还要听黄老师在这个地方啰嗦 也许你会觉得不是滋味 因为我讲的这件事情 是这些过错我也犯过 我以前也跟你一样 在操盘室前面自己一个人做 很辛苦赔钱了 然后我稍微修正一下我的操作逻辑 想说今天这一笔为什么我会做错 所以其实你发现你看我的节目 你很少听我在这个地方说 你看我有下一档标股 这些通常都是你最爱听的 说你看我这一支 你看今天他赚钱 甚至有些人连党名都遮住 然后跟你讲反正我赚钱 这种节目我跟你讲 你还需要看吗 对不对 你自己随便打开你的看盘软体 今天看哪一支涨停板 你假装自己有 自己洗脑自己不就好了 对不对 你不用看那种节目 你看我的节目反而是我 甚至很喜欢跟你讲说 我觉得哪一笔做得不够好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点位买进 也许你不爱听 你说老师我看电视只想放松 但是没有办法 我的节目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觉得不适应的话 没关系 你去看一些综艺节目都好 反正这样的盘式 大部分的投资人 大概心思也不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一天离开盘式 因为这就是我的职业 那我也跟你讲 今天这一笔单基本上 应该是没有成交了 但是方向我们是对的 比我预期的还要空 你看我挂1425 我们也直接明讲 是9点十几分发生的事情 后来最高有到14215 那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当然也会修正一下 有成交的后面 我们当然是就获利回补 没成交的我们就是 再改嫁或者是我们再去修正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挂单的方式 因为我认为我们的这一套操作模式 其实是还不错 我相信会员都很清楚 实际的数字我们没有仔细算 但是会员如果你从9月1号 远的我们不谈了 9月1号跟到现在 基本上我们一口单的获利 目前为止我没记错 应该是220几点 获利的我们近期是连续4个月 目前为止都是200点200点 上个月稍微差一点 振100多点 那这个月还没过完振200点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跟会员沟通一下 你就跟紧我的讯息 要改嫁我也一定会改嫁 但是你跟着我的脚步 就是你信任我们这一套的操作工具 你不用说信任我 因为有的时候我也有一些主观意识 我也希望说 今天的盘式能不能上来 盘上来了 你开心我开心 大家都开心 但是我有跟你讲 你不是看 你不是相信我的主观意识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意见 有些人单压空的就跟你讲说 我好希望盘式一直跌 压多的就希望盘式一直涨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么多年了 其实我个人的意见也不是很重要 盘式往哪个方向 我发现了我就往哪个方向做 就这样子而已 做期货 这段期间市场上面大部分的人 喜欢做逆次单 什么叫逆次单 我随便举个例子 不是说攻击你的工具不好 什么叫逆次单 比如说CDP 三关架 拨浪理论 这些东西都是低的时候 下来的时候 他喜欢抢反弹 但是这些工具就是这样子用的 你会发现这些工具好像近期不太好用 我不是说他不能用 你也不要太灰心 我只是跟你讲 这一段期间 你必须要能够清楚怎么样的操作模式 是逆次操作好呢 还是顺势操作好 结果我发现 你说老师 为什么你还能够获利 就是因为近期我认为是顺势操作 比较能够赚得到钱 所以我们就顺应行情去挂单 200多点是这样子来的 那搭配一下 你我都看得到的讯息 盘中的均卖 大于均卖超过0.2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所以你今天能不能够看到这些东西 这就是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分水里 就在这个地方 那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把今天我们的操作的股票 期货都先做一个总整理 节目的下半段回来 看我的测标码生计之外 这两天我还有跟你讲一个族群 叫做显卡 节目的下半段回来 我们继续再讲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达投雇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并把人购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车怎么看到人在看呢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四 无人受伤时 当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拨 跨 移 等 就对啦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这个地方还是解答一下投资人的问题 因为这段期间 其实一直不断有人扫描我们的QR Code 其实问的问题好像都相近 都问说老师 现在这样的盘是怎么样 国安基金到底有没有上班 曾经我们有讲过了 我说如果你按照过去的历史 你会发现说 好像国安基金成功的历史还蛮高的 但是你还记不记得当初几个月之前 国安基金进场的时候 我有跟你说过 它会不会有撑盘的效果 或许有 但是曾经如果你稍微去看一下我的重播 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打了一个大叉叉 因为我有跟你讲过 你要顺应行情做布局 例如说 这张股票我知道很多人有 我在画叉叉里面 你如果看了仔细你就会发现 老师 国安基金常常护盘的股票 他有联发科这一档 当时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打一个大叉叉 我有跟你讲过 我说 第一个国安基金有没有上班 其实我还真的不晓得 我也不是内部人士 但是我有跟你讲过 你要顺应盘事 也许这一次国安基金它做的动作 是你意想不到的动作 如果它真的有护盘 你觉得它这次有选这支吗 对不对 它搞不好自己都套牢 我不是跟你讲股票不好 我是跟你讲你看 市场上面在问说 那那些全职股是不是相对的比较好 我跟你讲未必 即使面对这样的盘事 国安基金护盘总不会去买北极星吧 所以大盘归大盘 但是个股我还是按照我们的步调来操作 来 时间不太够 来我们来讲回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我有跟你说过 国安基金应该也不会想到它 2372的技嘉 但是如果这段期间你稍微看一下 它表现的是不是比那些国安基金的什么 台积电连发科都还要相对稳健 2372的技嘉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参考的指标 不是说等谁来户 而是一档股票背后的主力 它自己要有进场的意愿 我们接下来就会把后面这些股票 一档一档的全部挑出来 也不是全部都挑北极星这么刺激 2372的技嘉 昨天走得还不错 涨3.33% 这一档股票今天 今天这样的大盘也没什么涨 小跌0.86% 但是我们这样的操作步调 基本上就是要给投资人怎么样 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还能够稍微赚到一点价差 因为你放现金也不是好事 新台币贬值嘛 没办法说那么多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像9月22号 我们也稍微解一下北极星 解一下大盘 那如果投资人你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扫描我们旁边的QR Code 里面我们都会有最新的资讯 节目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昨天吗 你可以帮我来开门吗 来了 开门 不拍啊 你们在干嘛 我好带钥匙 这我家耶 你睡了吗 会被用死 你累了吗 精力充沛 你的被用的在这里 你的在这里 你怎么知道 保力达蛮牛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两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